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们继续讲解移动UI设计规范。 我们今天第六节课讲解的主要题目是设计项目设计规范的建立。 我是你们本节课的测课老师,Night。 大家看屏幕右边这三个界面,iPhone、iPad以及iMac。 它们的界面展示效果,你从整体上一看,它的视觉风格就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的设计项目很多时候可能它需要在不同的设备上展示, 比如说iPad、iPhone、手机端、PC端、电脑甚至还有iWatch的。 那么在不同的显示设备上,怎样让视觉风格是统一的呢? 让它们看起来,一看就知道是出自一个人的设计之手。 或者说一看就是它们是一个系列的。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重点呢,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搞清楚为什么要做视觉规范。 或者说做视觉规范有什么好处。 第二个呢,就是结合案例来了解视觉规范的内容有哪些。 因为要看到很多案例之后,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 之前的几节课呢,我们都是在讲一对UI的视觉规范。 但是知道了这些规范之后,我们要运用到我们的实际项目之中。 因为如果不经过实际项目的检验的话,可能就无法知道你是否真正的掌握了这些实际规范。 那么在做很多设计项目之前,或者说同期进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我们的视觉规范。 因为在设计的项目过程中,可能设计的页面会很多,参与的人员也会很多。 然后,有些重要的参数,或者说一些内容,需要在规范里体现出来。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做实际规范。 第一呢,就是为了各个岗位更好的分工协作。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APP或者说一个网页,它要做出来是需要很多人员的参与的。 那么为了使这些人员很好的分工协作,在一定框架之内做这个项目的话,那必须要有视觉规范来统一指导大家。 也比如说大家统一用什么颜色,大家的按钮规范是怎样的,检距是怎样的,必须要在规范里体现出来。 不能各做各的,否则的话那样就是零散的,所以说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避免重复造轮子,缩短项目开发周期,节约开发成本。 比如说一个卡片的样式,你今天设计是一个样式,到下一个页面的时候,明天你又重新设计一个样式。 那这不仅会让你的页面看起来很杂乱,而且就是说你要重复去设计,或重复去开发。 那么这会带来项目开发周期的增加,以及你人力成本或者开发成本的增加,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东西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么重复使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放在视觉规范里,让大家看到,哦,原来这个你可以这样做。 那么我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不要重复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要达到视觉效果上的统一,整齐化一,精雕细琢,看起来还很规整,很统一。 比如说我们在课程的,页面刚开始的时候,在三个设备上看见的视觉效果,它都是一致的。 这样整体性很强。 这是第三点。 那第四点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在各种显示设备上,看的效果一致。 现在的显示设备非常多,包括车载的显示器啊,iWAT啊,然后其他很多智能终端,甚至是智能家居。 不光是手机和电脑上显示,那么这可能有时候就会要求你的视觉效果是一致的。 那么即便是在同一个设备上,比如说我只在手机上,但是手机又分了很多很多的机型,之前我们课程也讲过了。 iPhone都有很多机型,更不要提安卓系统的手机了,那更是琳琅的满目,多样性非常多。 这是第四点。 那么第五一点的话,就是为了让项目新加入的人员快速刷出多事。 因为一个项目互联网产品的话,它更新连带是很正常的,然后人员的加入或者离开也是比较频繁的。 那么如果一个项目有新加入的人员,让他快速的理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视觉风格,那么如果你给他一个很标准的视觉规范,那么他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去设计,我该怎么去开发。 让他快速的了解我们的这个产品有什么特点。 这是第五一点。 那么第六一点的话,就是体现设计师严谨的工作方式和专业素养。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了视觉规范之后,你的页面菜会想到严谨,你给人的感觉是很专业的,而不是贫困想象的。 各种元素组件的制作,都是有理有据的。 那么第七一点的话,就是帮助设计师规整页面,记住设设计元素,快速找到通用的组件的。 比如说有时候,你一个设计项目肯定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开设计周期可能会很长,一两个月。 有时候你今天知道你这个按钮是怎么做的,到明天你就忘了。 忘了之后怎么办呢?如果你有视觉规范,好,那么你打开一看,你就知道你这个按钮是圆角的,还是方角的,圆角多大,宽高是多少,按钮上的颜色是怎样的, 鼠标旋停状态是什么颜色,点击状态是什么颜色,不可点击是什么颜色,等等等等,这些全部要记录在视觉规范里。 因为一套UI界面它的元素是很多的,你不可能完全都记住,但是你把它做在视觉规范里,随时在你的PS里都开着,一边是视觉规范,一边是你的正在做的界面, 那么随时不知道忘了什么东西,就打开视觉规范里看,你的主色调是怎样的,配色是怎样的,我的分割线颜色是怎样的,对不对? 然后就能很快的帮你做出设计稿,那么第八呢,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好处, 那么这就需要大家在工作中自己去体会了解,这是目前总结的七点,视觉规范的好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谁会看视觉规范,就是哪些人员会看,做给谁看? 那第一呢,当然就是我们设计师本身的,就是说帮助你把界面做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尺规,或者说尺度标准,视觉设计师。 那当然也包括UI啦,网页啦,然后其他的各种移动端的设计师。 第二呢,就是交互设计师。 第三呢,就是开发人员前端的,前端开发人员和设计师对接的时候是比较多的,你的界面是怎么做的,规范是怎样的, 那么你给他一个视觉规范,他在开发前端页面写程序的时候呢,就会非常便捷,而不会频繁地问你,怎么怎么回事。 有时候你有了这样一个视觉规范,你才能让你的页面非常的统一整齐。 否则的话,你有可能今天你做的页面是这样的,明天你做的页面,哎,怎么有一点点差别,前端人员在开发的时候就发现两个页面的同一个位置的同一个元素, 分过线不一样,间距不一样,那这就给他造成困扰了,他到底是站在哪个标准的?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视觉规范啊,前端人员也会看的。 此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程序员,比如说后台的啊, 再者呢,就是测试人员,测试人员在测试产品的时候,也会结合视觉规范进行测试。 另外呢,还有就是运营编辑。 除了以上六个,六种人员呢,其实还有,甚至还有老板,还有产品经理,或说产品总监, 他们有时候也会看视觉规范。 尤其是在你面对面试的时候,如果你面试的那家公司,他有设计总监,或者说产品经理, 他们看到你做了这样一套很规范,很好的视觉规范的话, 那么,无疑之中会给你的,呃,面试通过率,大大增加机会。 这是,一般普通新手设计师的话,他做视觉规范,可能会做不好, 而且,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如果面试官,看到你有这样一个视觉规范的话, 说直白一点,可能就是你的, 薪水都会比别人,高一个档次,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做视觉规范,是整个设计项目的一个框架和灵魂。 所以说,我们在讲完,呃,UI移动段的规范之后, 首先来讲视觉规范,因为这是,一个设计项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对整套设计项目的思考,你要怎么来配色, 你要怎么来执行它的适配原则, 你的图标风格是怎样的,全部要体现在你的视觉规范里面。 所以说,视觉规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知道了视觉规范的重要性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考虑怎样做视觉规范了。 那么,它的,要体现哪些内容呢?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当然,这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 也不完全,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 但是,主要呢,是体现以下几点。 第一呢,就是配色。 你的主色调是什么,辅助色是什么,点队色是什么, 以及其他的文字的黑白灰的颜色是怎样使用的。 因为一套机面可能主色调是一个, 但是辅助色有可能是两个。 那点队色又有一个,这些颜色的设置值是怎样的, 使用方法是怎样的。 你必须要写在视觉规范里面, 不能完全靠你的脑,大脑去记住, 也可能你今天去记住,明天又忘了。 比如说还有文字,字体是怎样的, 字号是多大,文字的排版,编排方式, 以及字体的颜色等级, 最深的是什么颜色,最浅的是什么颜色, 这些全部要写在视觉规范里面。 否则的话,你文字的字体大小和颜色那些就会很杂乱。 比如说我们在做界面设计的时候, 字体的大小和字体的颜色一般来说最好不要超过三种, 那么你如果不体现在视觉规范里面, 自己随便使用的话, 那么页面肯定会显得很乱。 第三呢就是同用的组件或者说空间, 比如说你的按钮, 你的输入框, 搜索框, 这些组件, 它是一个肯定会有同用的地方, 那么你也要体现在视觉规范里面。 此外呢还有元素军记, 还有对齐方式, 这些都是要体现在视觉规范里面的, 比如说你的, 减据是怎么回事的, 卡片减据啊, 然后文字减据啊, 图表减据啊, 以及对齐方式啊, 左对齐啊, 军中对齐啊, 右对齐啊, 这些常用的对齐方式是怎么样使用的, 你要体现在视觉规范里, 再一个呢就是说, 在因为一个设计项目或者说一个互联网产品, 它可能使用的设备量会非常多, 在PC端, 移动端, 后台都有可能在使用它, 那么在不同的显示设备上, 它们的规范肯定有所区别的, 如果你不制定一个视觉规范的话, 那么它们在不同的设备上显示的效果肯定是很杂乱, 所以说你要在视觉规范里面明确的注明, 我在PC端是怎样一个规范, 我在移动端是怎样的, 我在后台或者说其他界面是怎样的一个规范, 你要体现出来, 最后一点的话是页面的一些修饰, 或者说模块画,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适配的方式, 还有一些试图的方式, 这些都是要体现在视觉规范里面的, 写清楚, 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设计的, 为什么这么设计, 大家一看这个规范就清楚明了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只是口头上再说, 视觉规范要有哪些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结合案列来看一下, 视觉规范有哪些做法, 通过这个案列的分析赏息过程中呢, 就是大家要慢慢学会自己在做APP, 或者在做网页或者其他, 设计项目的时候, 就要结合这些案例, 去思考自己该怎么做, 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设计需求, 做出自己的实际规范, 我们首先来看, 任生活APP的UI规范, 它是特别著名的是iPhone6 Plus的一个设计稿的规范, 那我们知道iPhone6的页面整体盘度是1242相素, 它首先呢就著名的机面布局, 布局方式, 它这里有1235种, 比如说第五种啊, 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图标的排列方式, 这些排列方式是怎么用的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布局, 它全部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开放人员或者其他设计师来看的时候就一目了然, 然后顶部档行啊, 顶部档行它这里做了标注啊, 我的文字是多大的啊, 文字颜色是怎样的, 间距是怎样的, 全部写出来了, 然后在相同的页面, 然后出现类似的情况的话, 它直接把这个字号和颜色套用过去就可以了, 不用重新再做设计, 或者说避免你遗忘了, 就是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接下来是文字规范, 文字的样式, 它写了有加粗和不加粗, 文字的尺寸, 比如说这里它写了51像素, 字体颜色, 使用的位置, 以及使用的颜色, 第二它就是著名的48像素, 标题,文字的颜色, 正文是用多少字号, 字体颜色, 副标题, 这些全部都通通著名的, 就其他人员在看到这些文档的时候啊, 就非常明白, 我的文字该怎么做, 用在哪里, 哪些地方, 它字号是多大, 多大的字号又对应是怎样的, 自己颜色, 全部都著名了, 所以说非常的规范, 接下来是空间, 空间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我这个空间宽高是怎样的, 间距, 边框颜色, 里面所使用到的字体, 都全部著名了, 再接下来是一个选择按钮, 也就是说一个弹框, 之前我们讲, 移动单的界面各种元素里面, 就临时视图, 临时视图里面就有这种弹框, 弹框它这里全部做了标注, 标注的课程的话, 我们之后的课程会专门讲解, 标注该怎么标注, 这里它就体现了, 我这个弹框是尺寸是多大, 用它的字体颜色, 然后字号全部都著名了, 开发人员在写程序的时候, 看到这样一个文档, 他就能很快速的把这个弹框做出来, 再接下来是按钮, 按钮的各种样式, 可点击的, 默认的按钮, 它比如说默认状态, 按钮的宽高, 字体颜色, 字号大小, 这些全部都著名了, 在这下第四点, 比如说它的第四点, 是一个分段式空间, 宽高是怎样的, 字体大小, 颜色全部著名, 这一块的话是模块样式规范, 它分的内容模块和列表类型模块, 里面的各种使用方法, 全部都著名了, 再接下来是颜色, 我的主色料是怎样的, 区间色是怎样的, 全部通通都著名了, 然后背景颜色, 图标颜色, 图标一, 图标二, 图标三, 各种图标的状态, 全部都著名了, 再一个是图片规范,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图片是会大量使用的, 那么这些图片的宽高是怎样, 它使用的位置, 不同位置要用多大尺寸的图片, 该怎么使用, 也要全部著名, 而且这些图片样式, 或者说不管说文字样式, 一般来说样式不要太多, 样式太多的话, 会让你的页面显得很乱, 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规则来制定的, 第二就是样式太多的话, 开发人员, 开发这个界面的时候, 和开发功能的时候, 也会重复的去做一些不能通用的组件, 或者说样式, 对它们来说也会增加它们的工作量, 目前很多的APP或者说网页, 它们的设计风格是扁平化的, 其实扁平化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说, 去掉多余的修饰, 把内容凸显出来, 因为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内容为王, 那么其实如果你的表现形式太多的话, 反而把内容这个第一重点所掩盖了, 所以说这面设计的时候样式, 一般来说不会太多, 那么接下来呢, 它是写到了图标的规范, 有很多备注图标的宽高, 比如说宽小于高, 或者宽大于高的时候, 怎样切图, 底部标签栏, 顶部打上栏, 设置菜单, 等等等等, 我图标该怎么用, 图标的颜色, 这些全部都著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案例, 网贷之家, 它这个视频规范呢, 也做得相当的不错, 它在, 还在, 最开始呢, 有一个前沿, 著名的这个视频规范的一些相关信息, 比如说, 使用范围, 用于4.2版本, 它的设计稿是具于iOS和安卓的大众小屏幕进行设计的, 另外呢, 就是规范中的标注字体, 为设计稿在Windows系统下使用的字体, 开发时可以替换成先映的, 为S模型系统字体, 就是说我们在做设计稿的时候所使用到的字体呢, 其实只是说, 为了最大限度的接近实际的, 用后看到的字体效果, 但是开发人员在开发的时候, 可能并不会用到你设计稿上用的字体, 比如说平方, 或者说安卓的Robot, 他们都会使用默认的字体, 我们设计师所用的字体呢, 就是说最大限度的接近真实使用的字体, 当然也可能就是说直接使用系统, 它系统默认着字体, 这样的话设计稿才能最好效果的展示你的设计想法, 那么它这个设计规范呢, 做的就相当的规范了, 它的包含的内容啊, 每一个块呢, 就是说用一个当前位置, 或者说一个线性的布局方式来展现在它的每一块的顶部啊, 用选重色, 也就是主色调, 来表示它当前的位置, 此外呢, 用灰色来表示它接下来即将讲到的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啊, 也就是说我们视觉规范可能会涉及到内容, 大家在看这套视觉规范的时候要重点看它的展现形式, 以及它展现的内容, 它这套视觉规范第一呢, 就是讲到了用户体验流程的分解图, 这个图的也是一个非常抽象, 当然说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深耳的一个图, 从抽象到具体, 从概念到完成,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产品, 或者说我们知道了一个用户需求, 那么怎么最终体现到我们的视觉设计上, 中间其实是经过了很多的逻辑处理和信息处理的, 那么它这个图呢, 是非常有效的帮助开发人员来指导它的产品完成, 那么接下来第二点呢, 它讲了适配尺寸, 先讲的是iOS的, iOS的尺寸, 它这里都有提到了, 和我们之前所讲到的iOS自己搞尺寸是一致的, 再接下来是讲的安卓, 安卓的尺寸也是非常多的, 这里它专门注明了安卓设计尺寸的建议, 以480乘以800或者720乘以1280为基础去适配各尺寸。 另外呢, 它还有一点说明是设计APP的时候呢, 可以以iOS标准去设计效果图,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呢, 大部分切图程序, 大部分切图程序可以直接适配到安卓档幕, 这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为什么iOS设计稿那么重要, 尤其要搞清楚iOS设计稿该怎么做, 如果你公司或说项目资源有限的话, 直接用iOS稿已经足够了, 当你们公司发展壮大了, 资源丰富了, 那么再专门去做安卓的一个设计稿, 这里呢, 它还除了适配尺寸之外, 还讲到了单位, 这个单位呢, 也是我们之前课程安卓和iOS讲的单位是一致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适配原则, 目前主要是两种, 安卓和iOS, 那么安卓的话, 主要把握480乘以800, 以及720乘以1280, 以及1920乘以1080, 这三个尺寸呢, 是安卓市场上主流机型的一些尺寸大小, 当然往下要更小的, 已经几乎可以说是被淘汰了, 往上更大的呢, 就是说它的占有率很小, 不是很多, 那么此外呢, 还有iOS, iOS呢, 就是iOS第一第二第三代呢, 在中国市场已经比较少见了, 目前来说, iPhone 6s存在的情况下, iPhone 4和4s都已经比较少见了, 其实就是iPhone 5到iPhone 6s的尺寸比较多, 重点要把握这些屏幕的尺寸, 这里呢, 它还给了安卓和iOS设计稿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安卓它是推荐的1280乘以720, 切图要注意什么, 标注要注意什么, 全部都说明了, 然后iOS的话, 同时也一样的, 它推荐的和我们之前个人推荐的是一致的, 也是1134乘以750, 切图该怎么切, 标注要用什么单位, 全部都注明了, 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帮助大家理解, iOS或者说安卓设计规范的一个重要的设计规范, 接下来呢, 它又提到了颜色, 除了主色调之外, 大家还看到还有很多黑白灰的内容, 这些黑白灰的颜色, 以及使用规则用在哪里, 它全部注明了, 这也就体现了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 我为什么要用在这个位置, 都是经过思考的, 让老板或者说让用户知道, 你不是随便设计的, 想当然的设计, 就是说你的设计是有理有据的, 再接下来, 它又撕裂了颜色, 该怎么用, 用在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 我的字号, 文字, 自己颜色, 全部有所体现, 就是说通过它的自己案例来展示, 它的颜色是怎么用的, 接下来呢, 是文字, 它这里呢, 还提到了, 窃图适配, 这些大家, 以后我们在讲窃图课程的时候, 也会讲到窃图, 大家看一下, 那么它的内容呢, 很多, 我们就不一一讲解了, 我们接下来在, 还会在, 之后的, 课件的资料里面, 还会为大家提到, 36K, 36K, 这里写错了, 是36K, 它的一个, 无线视频规范, 比如说它是怎么用色的, 这里, 其实它就是用了一个注射料, 用一个, 辅助色, 辅助色其实也是它的对比色, 然后此外还有, 对白灰, 字体的颜色, 我们之后的课程资料里面, 会有36K的, 也就不一一介绍了, 大家去把, 到时候拿来看一下, 其实和之前, 重点详细介绍的, 两套视觉规范是一致的,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国外的, 设计师做的, 视觉规范, 大家也可以, 同样的去看一下, 外国人是怎么做的, 那么本节课呢, 那重点呢, 其实也就是两个, 第一就是要搞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做视觉规范, 做视觉规范有哪些好处, 第二呢, 就是说要搞清楚, 视觉规范的制作内容, 搞清楚之后呢, 其实就是最重要是, 要帮助大家学会制作, 视觉规范, 因为看起来, 别人是做的一目了然, 条例很清晰, 但是很有可能, 你自己去做的时候,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么其实这呢, 比较好解决, 因为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视觉规范案例, 大家首先呢, 要认真了解学习这些视觉规范案例, 第二呢, 就是要为即将展开的, UI设计项目建立视觉规范, 因为我们的课程流程的话, 就是说之前的课程是讲设计规范,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要为大家讲解一些实战项目, 就是说实际, 设计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教大家怎么去做, 因为只有你认真地去做了之后, 才能很好地把握和掌握这些设计规范, 那么本节课的重点呢, 就是以上这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